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今天这个视频是特别给我们去年到今年整个我们的课程应该有半年左右了 就是给我们这半年多以来所有的学员今天这个视频我知道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学员特别是最早的一两批学员在学完课程以后都非常兴奋 哇,里面有很多东西没有听过,从来没听说过,对吧,从我们那个进场选台,看全场市啊这些啊 然后到,我就不用细说了是吧,所有的学员都知道 然后呢再到我们的筹码分配,那么呢我呢曾经呢给大家讲过一个打法 并且呢这个打法呢以前呢我们呢曾经呢也给大家 重点讲过,包括我在这个,包括我在这个澳门七天之战里面呢我也说过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主要是给我们的学员的啊,就是说我这几天呢我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策略也一直在优化中嘛,那么呢这个优化呢包括我们的A方案B方案还有其他的一些优化呢说句实话那是在后面的课程,所以说后面的课程为什么越来越贵也是这个原因了 那么,我现在是,我今天呢要特别说明了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很担心给大家一个误导 所以说呢,我现在呢特别呢就来,哇,我现在就特别呢今天做这个视频呢,因为我现在已经把很多的学员群都解散了 那么,那么我也没办法就是说给大家这个,一一传达 所以说呢,我刚刚在视频里面跟大家讲,什么事呢,我看怎么表达啊,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学员知道,我给大家推荐过一种打法 这个打法呢就是把我们的风险金拿出来 就是我们进场资金,里面的风险金,我们就只带风险金进去 那么呢,原本呢,这种打法呢,首先啊,我以前是在澳门成功过啊,就这个打法 就是说所谓的那个时候4000块赢,就是讲澳门七天之战,那就是个最经典的,就是用4000块 就刚开始只有4000块现金嘛,由于只有4000块现金,就这么入产,谁知道就一路赢赢赢赢赢赢赢 但是中间有一些起伏,所以说呢,看起来就很神奇,是用4000块,打到了26万,对吧 那么,那么呢,这个呢,是因为呢,前期,就是第一,第一厂开始 或者说,从第一厂到大概第四五天嘛,这一直都是盈利盈利得非常好的 那所以说呢,这是一种一种一种巧合了,就中间它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回撤,比较大的一个回撤 那么呢,我们的那个,用风险性进场,我们所有的学员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们用风险性进场,这个打法呢,原本呢,它的目的,是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假如你身边没有一个伙伴,没有人给你做风控,或者说你自己的风控 的,就是自控能力,不是那么强的话 那么呢,我们这个呢,是可以用来 直接,直接把你做了风控 那可是呢,我这几天呢,我和我的新加坡这边的学员呢,去这样打 包括,我也给他们推广这样的一个方案 那么呢,我发现了这个方案呢,会有一点小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方案在你顺风顺水的时候呢,它是非常OK的 那么呢,如果在你这个,相对比较低潮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让你,它可能会激发你走极端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学员啊,嗯 好像那个,就是 我怎么说呢,就有些学员呢,这方面呢,工良讨论过 我呢,我现在想说的话 就是说,我很害怕就是误导大家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呢,极力推荐这样的一个打法 这个打法确实是没错 而且这个打法呢,我一直呢,说实话呢,还蛮成功的 可是呢,我发现它的一个弊病 它的弊病就是,一般心理承受能力稍微差一点的 或者说呢,你的资金原本就不是那么充足的人 你会特别喜欢我这个方案 但是反过来呢,它造成了另外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 会让你觉得输得很快 就是你在低潮期的时候,你会输得很快 并且呢,你的输法呢,是清代的输法 因为你是风险金进去的嘛 那然后呢,你这种清代的话呢 大家知道啊,就是说我们带了资金进去 我们不管是多少资金 然后呢,进了进了进产以后 如果说全部输完的话 它对你的心理打击真的是蛮大的 那么呢,虽然是原本设定好的风险金 我们换句话说啊,就原本你有十万块钱进产了 你原本呢,是最多亏损 是比如说啊,亏百分之二十或者百分之三十 那么呢,你亏个两三万块钱呢 诶,止损了 那么呢,你的意念当中和你的概念当中 你都会想一个什么事呢 诶,我还有七万块钱 我可以慢慢的打 可是呢,假如说你就带三万块钱进去 你用五千块钱一注去打 对吧,十万块钱的百分之五嘛 就是我们的切入是错的一个资金量嘛 那么呢,你如果说是连输三注 你确实停了 你停下来之后呢 你又几次攻击没有成功 然后呢,可能呢,就是说并没有连输三注 可是呢,你可能呢 后面的 就是 后面的还有一万五千块钱 你可能只输了一万块钱左右 你还剩五千块钱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知道我们都喜欢 或者说你后面还剩八千块钱的时候 会造成你什么呢 会造成你孤注一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么这个行为一旦你发生了 并且它让你输掉了 你翻起来都还好 如果说你这个时候 又输掉了 那么呢 它从形式上面来讲呢 给你的是清贷了 你的打击会受的很大 这就是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 以后啊 但是呢,这里面呢,还有一个两难的问题 就是说你没有封控的时候呢 你可能呢 百分之三十的一个止损呢 你做不好 或者百分之二十的止损 或者百分之十五的止损 你就做不好 没有封控你做不好 那么有了封控以后呢 但是呢,如果说你把资金搞这么小的话 又让你呢,觉得很 哎呀,今天这一场清贷了 清贷的话呢 你的那个失落感会非常非常强烈 所以说呢,我现在呢 我跟大家特别呢 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讨 就是拿出来讲 拿出来讲的目的就是想说 大家自己去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就是说 你到底 对于清贷 这一块的态度 你如果感觉 他对你打击很大 那么呢,你就不要用那个 我说的那个方案了 就是那个 指贷风险进产的方案 那如果说 你没所谓 你就这么做 好,那么呢,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 如果你 有自控能力 那么你就 带你的那个 就是我们正常的进场资金 然后进行止损的 因为你正常的资金带进去 进行止损的话 刚才我讲的 你的心理的感受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今天聊的一切 其实就是 谈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谈的是心理感受 你比如说啊 你现在带 三万块钱进场 五千块钱一注 你输了三注 或者竞输三注 也就是说你输到 一半了以后 事实上呢,你心里面会发虚的 你在打的时候啊 你心里面真的会发虚的 你说哎呀 那我只有 还只剩一万五了 我还打不打一万五 还打不打五千呢 你这时候会走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就是说 我可能 打三千吧 打三千的话 我还有五次机会呢 那么 打三千的时候呢 正好又遇到一个好路 让你连赢 你又觉得 不划算 事后啊 你会觉得不划算 对吧 可是打五千呢 你又担心呢 特别是你再输一注 两注以后 哇 你又觉得我靠 今天在打什么东西嘛 今天哇 这是惨败耶 好吧 我今天是这样 嗯 我把这个问题呢 给大家提出来 因为呢每个人呢 性格不一样 每个人的资金 不一样 每个人的 自控能力 不一样 对吧 然后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各个方面都不一样 所以说 最终 你还是要去找到 最适合你的 那么最适合你的 无外乎就两个选择嘛 一个选择就是我只拿分控进去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我就带我的读本进去 可是 你做不做得好你的止损 好吧 我因为我发现 这个 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 而且是个两难的问题 我就今天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大家自己去思考吧 包括我们的观众 可能你们也能听得懂 听得懂的话呢 你们 总之啊 我认为啊 这两种方案啊 它 应该分别适合两种人 其实我有答案 其实我有答案 但是呢 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呢 抛出来 让大家自己去解决 那么呢 如果你实在解决不了的话呢 我会这样一对一的 好吧 我会用文字 我回头我会写 写文字 然后呢 我一对一的发给你们 那么呢 我们的那个会员群呢 就是我们交流费的那个会员群呢 那一块呢 我会发给大家 好吧 那么今天呢 我就想 我就 我就 因为这件事情呢 我发现了 反正我是通过我们的学员和我自己在打的过程当中 我就看他们的一些反应和我自己的一些反应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蛮大的 所以说我今天特别抛出来 好吧 啰嗦了一点啊 我今天特别抛出来 我想把这个事情呢 从各个角度讲给大家听 然后呢 大家呢 做稍微深入一点的思考 好吧 嗯 那就这样 谢谢大家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再见